这是去年头晓豆生日的时候 我给他做的倒计时礼盒 过年过节其实也都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串 每天揣一个盒子 增加他们对节日生日的期待感 制作很简单 有手就会 成本也很低 原材料就是卷纸心 装饰用品 还有里面的小礼物 卷纸心这样两头压一下 就是一个小盒子了 两侧用螺丝刀穿个洞 再拿一根绳子 把卷纸心都穿起来就好了 要注意的就是洞别开太大 绳子选摩擦力大一点的 这样卷纸心在绳子上才不会乱跑 然后就是往里面塞小礼物 像是小贴纸 糖果 文具 小朋友都会喜欢的 海外的小伙伴可以上摄影看看 特别容易买到便宜 又塞得进去的小玩意儿 装完礼物之后 可以把盒子装饰一下 我捡了一些彩色的卡纸条 在卷纸心外面贴了一圈 再装饰一些小贴纸 看上去还行吧 他要都开心得不得了呢 每天醒来 第一件事就是去拆一个盒子 是不是很简单 坐下来吧 一个语文球一个语文球上去的 哎呦别偷看了 我要吃一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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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地鱼是帮我操 哇 哇 我吃一地鱼 我给你们串 BC 上滚没邀 昽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